第23章 群体的信心 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天父, 感谢祂的祝福, 并且为他人的需要祷告。 在神之家教会, 每当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事工计划时, 我总是会寻求与别人一致的意见, 因为相信并发展这样的计划 是需要群体的力量。 的确,神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大小的信心, 但是我们也可以集合这些大大小小的信心 来达成大有能力的祝福。 当然,我们都需要有耐心, 而且同心合意。 这发生在我们第一次实行耶稣模式时, 这是一个传福音与门徒训练的系统。 神透过圣经向我们显示出一个模式, 可以像主一样赢得、 照顾并且兼顾人们。 但是当我第一次向我的团队提出这个计划时, 他们是有疑惑的。 每一个人都需要阅读、 评估并且对这个系统有所贡献, 才能够使这个计划成真。 为了这个, 可以带出丰盛果实与祝福, 并且可以带着神的爱触摸到成千上万的人。 我们开了多次马拉松式的会议来集结力量。 我们现在也把这个门徒训练的模式 分享给其他国家的教会与事工机构。 这是一个耐心与群体决定行动的直接结果。 圣经中有因着四个朋友, 而使瘫痪者得医治的神迹。 他们在耶稣服侍的时候, 在屋顶挖了一个洞, 然后把病人从屋顶降下去, 使耶稣可以医治他。 我们都需要使自己能相信的帮助。 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过程中, 有那些愿意并且对我们有耐心的朋友们。 拿出你的信心, 并且加在其他的人的信心之上, 你会毫无疑问地看见结果。 当两三个有同样梦想的人聚在一起时, 他们的信心可以被增强, 而结果也可以被增。 当神看到我们相信, 并且一起同工时, 神会感到非常的喜悦。 要抬着单架上瘫痪的病人, 也许不容易, 也许会需要一点确信, 因为在路上总是会有些争吵, 像是, 如果你把我摔下去怎么办? 看, 这个地方挤满了人, 我们根本就进不去。 但是真正的朋友会说, 嘿, 事情不会更糟的啦, 你可以成为那个为神使用, 使别人领受神迹的器皿, 反之, 神也会使用别人来祝福你。 团结一致, 耶稣看到瘫痪病人朋友们的信心, 他就医治了这个瘫痪的病人, 让我们一起来为别人的需要祷告。 我们可以独自祷告, 但是也需要与其他人一起祷告, 使你的生意, 家庭以及社会有更大的成就, 让我们运行在群体的信心中。 这四个朋友并不是祭司, 他们也不是先知, 更不是卓越的领袖, 他们只是一般人, 也许就像其他在场的蓝领阶级一样。 然而, 因为大有能力的信心运行在他们的身上, 使他们带着可以看见医治神迹的可目, 即使这表示, 他们需要做出非常不寻常的事情。 他们一致同意, 计划他们的策略, 并且做出帮助瘫痪朋友的行动。 我现在可以想象他们的画面, 耐心地在正确的时间, 透过聚集的群众, 把他们的朋友伸到房子上方, 在屋顶挖一个洞, 并且设计一个系统, 让他们可以把朋友垂放到耶稣正在讲道的地方。 你可以想出, 其他比这个还更大有能力的事情吗? 也许是也为着你的敌人做同样的事情。 总而言之, 这样群体性的信心需要很大的耐心与专注, 因为要筹划众人的力量永远都是挑战。 为帮助别人而牺牲, 是一种寻求神的果, 并且把我们的确信付诸行动的方式。 这个信心的故事, 展现出可以在大街上, 家庭中, 以及社区里传福音的都会方式。 这是不需要转换成其他语言, 或者是需要耶稣穿西装打领带, 才能彰显其能力的福音。 这是可以自然分享的简单信心, 不需要夸大, 但却可以带出大能的神迹启示。 只要你相信并认同其他的人, 你将会看见神成就大能的神迹。 原谅他人, 并且寻求与别人和平的相处, 把争吵摆在一边, 并谦卑和睦地与他人相处是很重要的, 否则要聚在一起增强我们的信心, 并且带着权柄, 求我们所渴望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耶稣应许我们, 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会, 他就在我们中间。 问题不在于, 当我们聚集在一起时, 神会不会在我们中间, 而是我们是否带着一个正确, 愿意免于苦毒与怨恨的心。 在某个12月24日, 也就是圣诞夜的那一天, 我的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 请我替他在医院的爸爸祷告。 我开车到医院, 但是爸爸已经被转到另外一家医院了, 因为他已经快要过世了。 当我到达第二间医院时, 他们不让我进去看他, 但是我对护士说, 如果他的情况已经这么差了, 我们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呢? 拜托, 请让我进去为他祷告。 所以他们就让我进去了。 我为他祷告, 并且斥责他身上死亡的灵。 当我踏出加护病房的时候, 他的亲戚们都等在外面。 我的朋友向我道谢, 他说, 感谢神, 他们愿意让你进去。 我们一直为了神能够带走我的父亲祷告。 我听了其实有点难过, 因为如果他们祷告的是神接走父亲, 那我就待在家里跟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何必赶过来呢? 我向他们解释, 我们的信心永远应该是要用在生命之上。 我们不应该祷告那看似快要发生的事情, 而是要为着得医治祷告。 如果他过世, 应该就是他已经听见并且相信生命之道的时候, 所以我无法与你们同心为他的离世祷告。 就是单单相信神, 不要担心, 因为就算他没有得到医治, 你们也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我们后来一起祷告, 为着他当时所浇灌的大能生命献上感谢。 当我朋友的父亲恢复的时候, 他的家人们开始称他为拉撒路, 因为医生们说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我现在要跟你一起说, 父神, 我要为了这群体式的信心献上感谢。 我们可以一起奉你的名来成就大事。 主, 求你垂听我们, 我们同心来到你的面前。 并且合一地完成你的功。 我们为着家庭来宣告一致与合一。 我们也要破除一切使我们远离你计划的分歧。 神的话语说, 我们是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彼此帮补。 我感谢耶稣, 尽管我们都有着个人的软弱, 他仍不以我们为羞耻, 称我们为他的弟兄, 而我也得以称你为弟兄或姐妹。 我们在耶稣里都是同一个家庭的肢体。 他按着我们的本相爱我们, 而他也与我们一同歌唱敬拜赞美, 为我们在父神面前带导。 最后, 记住习惯会成为自然, 所以让我们将耐心、 合一祷告与团队合作变成一个习惯, 好带出正面影响的结果。 我们需要以一颗清洁的心, 带着转化城市与群体性的信心来讨神的喜悦, 使神能够在大能中运行。 请不吝点赞美